挑战观众道德底线!世上最神经病国片! 佐企、李佩旭、隋玲、蔡舒珍出席电影《脑特应会》。 图记者陈明安设,20101804.19。 国片脑18日举行首映,导演于维燕,演员隋玲、洛阳出席,与观众分享拍片电滴。 而为了丽婷小师妹隋玲的电影《处女作》,伊林名模包括蔡舒珍、李佩旭、程宇乔、姚密、夏如芝等,也一起出席,希望电影可以热卖。 脑写实描述中产阶级劈腿、外遇的实况,并且以非显示手法呈现大量激情戏,于维燕在应后Q和A表示,这部片简单来说,是关于三个神经病的故事,每一个角色都是失去、分裂的。 有些观众看完电影可能会质疑导演到底在想什么,或是感到困惑,但也有人感受到震撼,觉得心有七七烟。 伊林名模一起出席丽婷小师妹隋玲。脑将于4月20日上映。 图记者陈鸣安设,20101804.19。 这是隋玲的第一部电影淑女作,令她感到荣幸又倍感压力。 她回忆当初接到这个角色时,觉得很感谢导演给她机会,让她有机会挑战大荧幕。 她在片中饰演。 她在片中饰演勾演人夫的小三,是个坏女孩,但她其实不是坏女孩,是善良的女孩,也希望粉丝,观众多多给予她演戏,角色上的建议。 新热演员洛阳则说,脑是一部很显示刻画两性,婚姻中会发生的事,只是大家通常都偷偷做,不会说。 她在片中饰演挑逗企业家的年轻女孩Angel,她说Angel是一个很开心的角色,可以尽情喝酒,享受身体愉悦,也是电影中唯一一个最后没有遭受报应的角色。 。 NOT NEWS 今日新闻。提醒您。酒后不开车,饮酒过量又爱健康。